你干嘛呀 这些天没卖几个瓶子 好几顿没吃东西了 我想看看你们厨房 有没有剩饭可以给我吃 老伯 不好意思啊 我们餐厅关闭了 所以真的没东西给你吃 什么都好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你还是走吧 我们真的没东西给你吃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行进姐 她说她好几顿没吃东西了 想要点剩东西吃 我们这儿有东西吃 您跟我来吧 不是 我们都好几天没开火了 觉得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吗 我们还有一些菜 可以送给老伯吃 老伯 我做给你吃 真的吗 有的吃就很好了 谢谢呀 不客气 你帮我 来吧 来吧 琴琴姐 你真要做啊 就当是最后一位客人吧 他也算顾客 当然 最后一位主动上门的客人 我们呢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就当是为我们餐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那好吧 就算是处理厨房最后的存货 帮你圆满 善事善终 免费的 当然是免费的了 而且是老板亲自下厨好吧 那我要好好发挥一下我的水瓶 让我来吧 请问你 再真的很遍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 我来看 你 我来看 你 我来看 就算 你 你 我来看 你 你 我来看 你 我来看 太好吃了 姑娘 太好吃了 姑娘 姑娘 我走了 我走了 您等一下 贵妮 好了没 来了 来了 老伯 我们多做了一些饭 给你打包带走 这 拿着吧 谢谢 谢谢你们招待 您不用客气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您的 为什么 不瞒您说 前阵子我们餐厅 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生意一落千丈 我们已经 打算暂时停业了 您应该是我们 招待的最后一位客人了 你们这么善良 善良的人 一定会有好报 嗯 谢谢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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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想到最后一天 还能做一件好事 感觉也不错 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们吧 有好的结束才会有好的开始 对吗 担任吧 喂 你好像还有工作没做完啊 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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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有意去香草餐厅暗访 没想到他们这么善良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家常菜 不一样的用心 我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 吃过各地各式的美食 唯独今天 这顿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 最让我流连忘返 都说 正人玫瑰 手留余香 今天我在香草餐厅的遭遇 就是最好的诠释 就把香草餐馆的道道美食 跟大家一起分享 虽然我今天品味到了极佳的美食 但遗憾的是 我是这家餐厅的最后一位客人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停业 却能够用心的给困难中的我 做出一顿暖心的家常菜 也许只有如此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美味加油 我想说 有时候在美食和善心面前 蚊子都过于苍蚌 只希望每一个坚持善心的美食守望者 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 香草餐厅加油 家常菜加油 秦琳姐 秦琳姐 这都什么人啊 咱们给供货商的尾款都付清了吗 付清了 这怎么回事啊 请问你们是 这个是商场餐厅吧 是这里吧 你们都是看了这文章才来用餐的 对啊 老徐介好的美食 我们必吃的 是这样 我们的厨房正在检修 本来今天是不营业的 不过大家既然都来了 那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下吧 大家可以在餐厅坐一下 先等一等 或者你们去农场转转也可以 等菜品准备好了 我再去请你们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 还怕你们不营业了 是啊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好 好 一会儿见 农场有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随便逛一逛 菜单也可以的 我们好啊 秦琳姐 这怎么办啊 先别慌 咱们 咱们分头行动 我先给大川打电话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 行 那我马上给供货商打电话 叫他们马上给我们送菜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 电话什么事 刘总来了 知道了 来 刘总 来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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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到我们公司来 有何指教 杰普公司的修总 因为猪水下毒 被起诉了 你们知道吗 这我听说了 确实不应该干这种 王晴 我不想再等了 嫁给我吧 我们结婚吧 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发热衣 一个朋友公司做的 谢谢你啊 有好事总是想着我 我愿意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豆豆和小师怎么样 他们很想你啊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最近有没有时间 带他们出去玩玩 好啊 周末吧 那我们一起 谢谢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凯文 凯文跟我求婚了 所以 我想单独跟小致和豆豆谈一下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最不想听的话 你说了 我是不会祝福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 很抱歉 来 该说抱歉的人是我 我知道你一直很想跟我复婚 可是 我想你也知道 我跟凯文是有婚约的 在我失忆之前 虽然这些 我也都不记得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所以 别说了 别说了 我走了 等等 我想我可能不能再接受你的好意了 这个 我想 那我送你吧 不用 我约了尽快地适应描你的日子 然后 把你从我心里提出 说吧 你看他这样 喝得站都站不住了 明天再说吧 算了算了 到回房休息去吧 说吧我脑子清醒着呢 什么事 那个 我跟你爸商量好了 准备把汪秦接回来住 这样呢 你俩才有可能复婚 人家才不稀罕回来住呢 他现在只一心想着把孩子带走 跟他们尹家呀 断绝关系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尹家对着汪秦不薄啊 那又怎么样啊 我 只不过是他的前夫 前夫明白吗 行啊 看你这样 喝成什么样的你啊 胡言乱语 别发火啊 气死我吧你 爸 我去给您拿药 不用了不用了 那个你回房休息吧 别气着你爸啊 去吧 对不起啊 爸妈 那我先上去休息吧 你好像很喜欢这运动休息品牌啊 我这个呀 是支持自家品牌啊 你看我这一身 全是我家的产品 还不错吧 自家品牌 甲三运动 这个品牌还有名啊 这是你家的 这是我娘家的 您呢 做什么大事啊 科技产业 这年头啊 流行跨行联盟 搞不好 那天我们可以合作了 好啊 期待有那一天 对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高老夫啊 不带上你老婆啊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最近呢 因为孩子监护权的事 跟我的前妻 有一些冲突 再加上工作 工作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就想给自己放个假 出来透口气 我们还就是同病相怜 我丈夫一年前出车祸死了 我前婆家的人 一直怪我 在他出车祸前 跟他吵架 还他出车祸 霸占着孩子 不让我看 我一边和他们周旋 其他时间 只好激进于事业上 所以才会接受 贾成达的 中国区业务的 你心里已经很痛苦吧 人生嘛 不好过也得管 散动 生活对不起我们 但是我们就不能 对不起自己 有时候想想 其实人呢 该哭的就得哭的 总憋着 会憋坏的 你叫我哭啊 你叫我哭啊 那你的肩膀叫我卡 别顾全的事情 准备怎么办啊 不知道 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 其实呀 也没有什么难的 上法院打官司 只要你的经济条件比他好 一定不会输的 一定不会输的 有些事情啊 在法院里不见得 就能说得清楚呢 你还 还认真潜心 这次出了打球 最开心的就是碰到了你 我也是 那我们要不明天再打一场 谁输了 谁请客吃饭 那你一定要做好 请我吃饭的准备 露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要是我赢了 一定饿你顿大的 没问题 我等着啊 我去给你热个毛巾 擦擦脸 不用了 你歇会儿吧 你 确 Andy 天 我以前想你的时候 我经常会猜想 我跟你结婚以后的日子 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惜 现在只是幻想 永远不会成真 凯文 你要有坚强的信念 一定会好起来的 如果说 有什么遗憾的话 不过 我就觉得 凯文 凯文 医生 医生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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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受伤对她的损重非常大 不过我的大人 不要受 是什么事 不要受 我受得不要受 几年 跟着你一件事 是 永远尽贫围 真的 我 能要 能不能 尽管我 有尽管我 尽管我 可是她的亲爱 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别这么说 谁都会生病 好好调养 让自己尽快好起来 开文 千万不要放弃 好吗 是啊 千万不要放弃 你是我的竞争对手 如果没有你 我多没意思啊 我也这么想 可是老天也不给我这个机会了 你们两个 你就别再安慰我了 开文 我答应过你 我这辈子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做到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见面你可以答应我 说吧 只要我立即冷静 忘记是个好女 你可以对她的爱 多加一分 带上我的 好好地爱她 可以吗 你放心 我会的 你听了 带文 不要给我难过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带文 我说你们两个 拜托大老 我来了 可以吗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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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实现我的承诺 好好照顾王子 本成你的医院 放心吧 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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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阵子 我再来看你 告诉你这些日子 发生了什么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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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怎么狠心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就这样子 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对不起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后悔之前 我对你撒的所有的话 为了得到你的爱 做了这么多让你生气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 有了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就是让我永远的失去 我最爱的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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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我不能来看你了 所以我决定去自首 接受法律的侄子 谢谢 谢谢 你和建平早上什么时候复婚呀 干嘛问这个 其实建平和我说过你们过去的事情 对不起 我认为她已经成熟了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我认为她已经成熟了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在这儿的前行 我要先走了 我不想惊扰到大家 我这里有一封信 希望你可以帮忙带给建平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我说我们哥们 blues 你必可能不该是他 每个地方都是人 什么人让她打これ 然后大家快点 让我给你的 他救我们幸福了 他救我们幸福了 他告诉我 谢谢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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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慢一点 放手松手啦 松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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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啊 慢一点啊 别跑太远 怎样呢 怎么没到我给你这个项链 爱了 我不信 检查一下 你还要 叫我 推开窗 看天空 这一次为自己 抬起头 当防御过去后 其实每段故事都有感动 我要活得更加勇敢 不管命运要永恒美专 成七家的港湾 我为你保驾呼喊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擦干眼泪拾起希望 期待那颗花火为自己绽放 我要活得更加勇敢 不管命运要如何逆转 成七家的港湾 我为你保驾呼喊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擦干眼泪拾起希望 期待那颗花火为自己绽放 谢谢你们二老把孩子照顾得那么好 你们辛苦了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两个孩子都是引家的骨肉 照顾他们天经地义 你不用感激我 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之前因为发生很多事 我也疏忽了对两个孩子的照顾 可是他们现在渐渐长大了 我觉得应该跟他们多亲近亲近 多给他们一些母爱 所以想每逢假期的时候 把他们接到农场去住 我会负责接送的 你和建平复婚 就不用分两地住了 我跟建平已经商量好了 保持现状 对彼此都好 保持现状 那豆豆小智 也可以保持现状 对大家都好 您也是做母亲的 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 我的心情呢 你喜欢孩子 可以跟姓周的生啊 没人阻止你 别打我们家豆豆小智的主意 豆豆是我从小带大的 小智是我亲生的 我对两个孩子的付出 您也都看在眼里 为什么 您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难道你对建平就不过分吗 他只是逞强不说罢了 你想和孩子亲近 可以的 除非你不嫁人 建平和孩子是两码事 我看就是一码事 反正要不全家团圆 要不就一排两散 绝不答应分两个家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那好啊 咱们走着瞧 把你女朋友拿回去 我受不起 对不起 刚才 有点冲动 可不责言 您别往心里去 我哪敢呢 建平要是知道了 又得该埋怨我了 我可受不起这个 阿姨 有客人 是童小姐 来来来 伯母好 来来 坐坐坐坐 童类小姐 你和建平的事呢 我和他爸呀 一百个赞成 以后啊 你就常来家里啊 走动走动 不是伯母那 既然你有客人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伯母她是 汪晴 建平的前妻 就是她呀 我都没打个招呼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伯母 你应该介绍一下呢 对不起啊 我忘了 对了 你来找建平 建平上班去了 我不找建平 今天呀 我是特地来送她任意的 你看你 谢谢啊 莫婷 莫婷 爸 建平啊 现在你妈眼里头 只有童乐 你看着办吧 我跟童乐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就见过几次面 我真不知道 我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啊 剃头挑的一头热 她把童乐 当成媳妇人选了 我得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要不然你让人家多尴尬呀 我看你啊 还是先向汪晴 去解释解释吧 她心里非常地不高兴 我在门口碰见她的时候 我喊她 她都不答应 看来这里边 误会挺大的 她门口 她来什么家了 我想了想啊 也不能瞒你 今天白天 汪晴来了 好像他们谈了 两个孩子抚养权问题 那妈怎么说呀 当时呢 我不在家 我听你妈说了 好像谈得 非常的不愉快 又加上那个童乐 送那个发热衣来了 两个人见到一块 真是乱上家乱 请进 妈妈 找我什么事啊 昨天的事情我爸跟我说了 童乐他们家生产发热衣 这个人比较热情 也很热心 送了一些来家里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啊 你是单身 有权利教你朋友 相信我 我跟他只见过几次年 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吃醋了 如果你觉得我是吃醋呢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与之相反 我觉得你跟童乐在一起 我挺开心的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跟我 都面临家庭重组的问题 那孩子的抚养权 也可以重新谈一谈 你跟童乐 跟我跟凯文没有差别 你妈也不用再拿凯文做借口 阻止我亲亲孩子 你是相信我 还是相信我妈 我对你的私生活 不感兴趣 如果你要谈 我可以谈孩子 其他的 是我适配 你干什么呀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干嘛 你上次答应我的 说要好好劝劝你妈 结果你什么都不做 他现在一点余地 都不留给我 做事情 是要讲究情理法的 他现在人道理都不讲 你让我怎么办 难不成法律诉讼吗 我不想闹上这样 你们也不要逼我闹上这样 你自己说了情理法 但是 你只说了理根法 却绕过了情 那我来跟你说起 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把你 剔除掉 并且 复婚的心情 我一直在 从来没有动摇过 上次我们已经聊过 复婚的话题 以后可以不用再提了 提个提是我的事 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还有 我不会跟你因为孩子 对过公道 维持现状是我的底线 恐怕你很难如愿吧 至少你妈跟童小姐 可不这么想 那你记住我一句话 我妈是我妈 我是我 什么事跟我说 我妈代表不了我 记住了 开一遍 文晴 没看见小植啊 怎么会啊 这里边我全都找了 没看见啊 我们明明看着他们进去的呀 是啊 而且 没见着他出来呀 就算我们没看见他 他应该能看见我们呀 这样 你在这里附近找一找 千万别走远了 去报警 别走远了啊 跟妈妈去找小植 整个游乐场都找了 就是没找到小植 对 我们刚从公安局出来 别放心吧 已经立案了 行 别太担心了 没问题 好 那先这样 小植怎么还没回来呀 这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的 说不定 一会儿警察叔叔 就会把小植送回来 你说这游乐园 它就那么大呀 小植这现在也懂事了 就是走失了 也会找大人帮忙的呀 肯定是胡莎莎 没拿到钱呢 不甘心 故意把小植带走 还报复我们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 难道她不知道 又管儿童是犯法 要坐牢的 这可难说了 狗急的还跳墙呢 小植一向不喜欢胡莎莎 就算是她给她 再好的东西 她也不会跟她走的 那不是她 那会是谁呀 你这迷药是不是下太重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没事 冷气 别睡了 胆子也太大了 就绑架了索实死罪 自己不要命了 还拖我下水 放心 这小子是尹家唯一的孙子 就算他爸敢报警 他爷爷男也不敢冒这个险 生意人就怕上报 他也不会告诉警察的 你确定 别勒我不敢说 五十万块钱 对于他们家来说 连根毛都不算 他们一定会给他 我没心跳得厉害 不是好招头 表哥啊 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飞 不再说 我只是为了拿回 杀杀亏损的钱 就怕到时候钱拿不到 被工人抓了 你就不能说了好听的吗 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紧张得很 表哥 等我拿到钱 我一定不会亏钱 你只需要把他 给我看好了 就行了 我给你打个电话 喂 您有见平吗 对 两位 小智在我手上 什么 你 你要让他活命的话 说得好五十万 让他开森的女人 送到我指甸的地方来 让他一个人来 你要敢帮我听的话吗 我让你后果一辈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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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平 是小智吗 怎么了 小智被绑架了 什么 小智被绑架了 王匪打来的电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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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建平 快 把我算的找回来 建平 妈 你发现没事的 建平 王匪是怎么说的 王匪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王匪说上 准备五十万现金 等他们电话 告诉我们地址 让你一个人亲自送去 我发现这个王匪 好像离我们家的情况 非常熟悉 他不但知道小智的名字 而且 而且还知道 你是开餐厅的 王匪说 一定是胡莎莎 建平 赶紧报警抓人呐 为什么又是胡莎莎 为什么又是胡莎莎 你跟他到底做过些什么 王匪 你冷静一点 没法冷静 没法冷静一点 冷静 你要怎么冷静 小智被绑架了 王匪 现在想办法要救小智 你知道吗 我先去 我先马上去公安局 回来 爸 不能去 要以小智的安全为主 不能暴力险 如果要报警的话 对方要翻了脸 小智就没面了 对对对 千万不能报警啊 我孙子的生命安全要紧 妈 不报警还能怎么样 难道你按照他们说的做 给他们钱吗 他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他的小智能安全呢 妈 去哪儿找五十万啊 他们要的是现金啊 爸 那您说 您说该怎么办 先筹钱 走一步算一步 我现在就给朋友打电话 喂 老王 老王啊 不好意思 有事麻烦你 您那现在有现金吗 数目比较大 五十万 行行 没问题 二十万也可以 好 老伯子 咱们家还有现金没有啊 那钱都放到原来地方了 那你去看看吧 我去看看啊 喂 喂 老张您好 我尹建平 对对对 很久没见了 是 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现金啊 当然越多越好 三十万 太好了 太好了 行行行 你赶紧给我送过来 我现在就用越快越好 对 怎么样 现在 是不是就等着绑匪打电话 通知我们地点 是 但我不同意你去 为什么 太危险了 可他们只明认我去啊 我必须得去 他们应该只是要钱 我不会有事的 我要钱 我不同意 我不放心要去我 我也得跟你一起去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我以为他们发现 小区会有危险的 那也不行 我这一切都能解决的 你们别吵了 你看吧 干嘛豆豆吓吓坏了 妈 因为在豆的上面 上尾 上尾 само尾就会问 叫做 小心 谁 这是哪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 他们是谁 哥 哥 哥 别睡了 别睡了 怎么了 小孩不见了 那怎么办 我们快逃吧 逃什么逃 现在逃得没钱了 你现在 马上去给行医的打电话 你刚刚到指定的地方 就给我送钱 去 我去那儿等他 好 快去 超郁owana 去 到底 咱我会吗 再见 咱们 大低 咱们 咱们 我 你 立刻带着钱到我说的地方 工作慢点 当心你儿子的小命 我现在就出门 你告诉我地方 千万不要伤害我儿子 走 你干嘛停车 你下车 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上去 如果绑匪看到的话 会对小致不利的 我不放心你没得上去 这 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上去呢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 现在小致在人家手上 下车 喂 120吗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给我 我儿子呢 拿到钱你就看到你儿子了 不是收好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吗 把钱给我 我不给 要不然我让你孩子身上去飞小宝 你信不信 你怎么知道小宝的事 你到底是谁 给我 不给 拿来 放开 放开 有人来了 去 去 爸爸 爸爸 你在哪儿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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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 爸爸 爸爸 小致 小致 你没事吧 你小致 爸爸 不要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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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能摔下去吗 你看 快快到这部车了 喂 医生 什么情况 先别着急 初步判断没有内伤和骨折 但目前还不能排除脑部收损的可能性 还需要做一个核资工证才能确定 医生 我媳妇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 这个目前还不是太清楚 得看她脑部的收损情况和区块 这样我先安排做一个核辞 嗯 怎么会这样 医生 医生 我们在光小姐收下去的地方捡到这袋钱 请你签手 哎呀 健平啊 这都两个小时了 这真急死人了 啊 妈 你们先回去吧 这边有我呢 有什么事我随时给你们打电话 嗯 这样也好 反正我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走吧 那健平你辛苦了啊 嗯 说 only 群星 发生了 搞什么话这么回来 真别扭 这叫长岸 是浪漫 你懂吗 你这个人走路怎么横窗直撞的 不好意思 你没怎么样吧 周凯文 立方 你是对呗 周凯文 原来是你啊 是我 看到汪清没有 我找他半天了 打电话都是关机的 我今天没有跟他联系 不过他答应你来的话 肯定会来 或许他已经来了 只是戴着面罩 大家没认出来而已吧 不可能 我认得出来 他选哪套衣服 我知道 总算找到你了 时间快到了 周总请您去开舞呢 我知道了 带这两位贵宾去VIP戏 你们慢慢玩 好 好 玩开心 请 等会儿 请 等会儿 来来 请 对不起 是我这个做妈的没用 才来找你们要钱 可是如果小宝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呸呸呸呸 胡说什么呀 建平是小宝的父亲 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其实我一直为了建平着想 我也希望他能赚大钱 可是汪晴她 一直给建平灌米汤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汪晴不是这种人呢 上次建平的公司 差点毁在汪晴的手上 不知道他到底他到底对建平在想些什么 反正他想些什么我不管 我只想着我们家小宝 我自己卖卖保养品 化妆品 赚的那些钱都是为了养活小宝 可是小宝这次从王晴那儿回来 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 一直生着病 现在又生怪病 欢迎小宝他 胡说八道 建平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平时要出差 回来拿点东西 狐狸 你刚才说的什么我全听见了 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没有听到 你还在撒谎 做了什么亏心事 自己心里清楚吧 你可以对我没有感情 但是不能污蔑我 小爱已经跟汪晴承认错误了 这幕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知识 毁掉我公司形象的不是汪晴 是你 伯伯你看 我就说吧 建平他讨厌我 我说什么他都不信 他已经只笑着汪晴 还不承认是吗 要不要我找小爱过来当面对峙啊 好啊 反正你引进瓶有钱 你叫小爱说什么都可以 怎么陷害我都行 你真是越来越会脚电了 我有钱 我承认 但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同时我告诉你 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我要拿钱 现在不是我要拿钱 是你的儿子要你的钱 你真是满嘴的谎话 我越来越不相信你了 反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求你们尹家 小宝是我的孩子 你这个当爸的不救他 我这个大妈的死大妈救护 狐狸 狐狸有话好好说 行了妈 在没有拿到钱之前 他过得比谁都好 比我们都好 可是小宝病了呀 那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如果是真的 我会负责到底 如果是假的 别怪我不客气 小宝得的什么病 他也说不清楚 又不让我们去看 这里肯定有蹊跷 咱们不能让他 牵着咱们鼻子走 是啊 他现在满嘴的谎话 说话别人根本就不相信了 汪晴真是让他设计的吗 当然了 贝贝跟汪晴在咖啡厅看见了 看见他跟记者在一起 而且还拿钱给记者 这个狐狸怎么这么死性不改呀 当时离婚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离就离了呗就算了呗 干嘛总抓着汪晴不放 这个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 汪晴不让说 他觉得如果说了之后 怕影响你们跟狐狸之间的关系 毕竟中间还有个小宝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汪晴不让说 不是因为怕他 而是汪晴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过一个 平平安安的生活 和和气气的日子 行了 我先收拾东西了 真倒霉 白云场 要不是你建平跑过来 我早就拿到他的钱了 你建平 我姐真是个傻子才会爱傻的 我恨死你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你是萱萱吗 是 我是派出所的民警 胡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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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胡姐 胡姐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胡姐 这是伤者的东西 请你说好 谢谢啊 这是怎么回事 胡姐 你是患者清楚吗 对 我是他助理 他一直昏迷不醒 我们必须给他做脑部断层扫描 断层扫描 对 那要多少钱啊 一会儿 护士会把单据给你 好的 谢谢医生啊 麻烦你了 邮卡也没密码呀 喂 你还有什么话要撒呀 一日夫妻百日恩 说话也不用这么难听吧 是狐狸让你打给我的吧 狐狸受伤晕倒了 要做检查 需要一笔钱 他银行卡的密码 我又不知道 那我只好找你了呀 你赶紧来吧 萱萱 怎么样了 还没醒呢 等着做断层扫描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这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硬个机 这样 因为我马上要出差 没有时间照顾 就麻烦你了啊 尹先生 胡姐每次都说 你是个冷血前夫 我还以为你这个人 薄心寡意你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嘛 胡姐出事 你还是愿意帮忙的呀 我确实马上要出差 我也没时间照顾 我给我唐妹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跟你一起照顾好吗 喂 贝贝 您要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狐狸不小心摔倒了 然后现在正在医院里 我马上要出差 没时间照顾 您能过来帮我一起 照顾一下吗 那你放心去吧 我回去看看的 好 谢谢啊 好 那行 我马上要赶飞机了 辛苦你啊 没事 有任何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病人在这儿吗 只有一个叫胡莎莎 没有狐狸 可是人家跟我说她在这里 就那个小姐姓胡 没有其他人了 谢谢啊 好 就在那个病房 真的是她 你是 你好 我是贝贝 靳兵哥让我过来的 狐狸她改名字了 哦 胡姐离婚以后啊 她运气一直都不是很好 做什么呀都不顺利 所以她去香港找了一个大师 大 大师跟她说 让她改名转运 所以就改叫胡莎莎了 哦 这样啊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这赶着去送货 麻烦你照顾一下胡姐 我尽快回来好吗 行 放心吧 谢谢啊 我们要带胡小姐去做脑部断层 哦 知道了 你是胡莎莎的亲友吗 我是 这是胡莎莎的东西 警察在现场找到的 刚刚送来 那交给我吧 好 谢谢 小宝的检验报告 检验什么啊 检验什么啊 怎么 你找她有事啊 大事儿 你看 这报告哪来的 我从胡莉那里来 胡莉一定是知道小宝 患有血有病 所以才带她去深圳医院 你说这么大的事情 她怎么可以敢瞒着我们家人呢 这事关重大 还是等建平回来 考虑仔细的以后再说 哦 对了 这是先别跟伯父伯母说 他们要是知道了 处理不好 反而添乱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就等建平哥回来 这报告方法好 千万别弄丢了 你 你可醒了 我怎么在医院呢 你摔到头了 昏睡了一整天 还好检查了 是脑震荡 没有浴血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给你家没药道歉 还得自己贴医药费 放心 没花你的钱 是尹建平付的医药费 尹建平来过 嗯 我的东西呢 在那儿 在那儿 怎么了 我检验报告 什么检验报告啊 小宝的检验报告 小宝怎么了 说来话长 那个检验报告 对我来讲很重要的 顾小姐 你醒了 我去请医生过来 诶 请等等 有什么事吗 你有看见 一份检验报告吗 哦 那个交给你一个小姐了 是交给哪一个小姐啊 一个小姐 谁来过 肯定是尹贝贝 尹建平赶着出差 就让她过来帮忙 我正好赶去送货 就让她帮忙照顾了你一会儿 如果真的被她拿走了 那真的就惨了啦 来 喂 立方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还想回家洗个澡呢 哥 是小宝的事情 想让你先知道 小宝的事情 嗯 这从哪儿得到的 狐狸摔伤的时候掉在现场 警察送过去的时候 他还没有醒来 所以就落在我手上了 这 这一定又是狐狸想出来的招数 想骗过钱呢 我打到深圳医院确认过了 这份报告是真的 真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是啊 你是小宝的父亲 就算他要骗钱 他也应该第一时间来通知你才对 会不会 是小宝的病情很严重 危及生命 别乱猜了 他不说应该有他的打算 建平 我看你还是找狐狸 当面问清楚不叫好 总之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小宝接到苏城的医院来治疗 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先别跟伯父伯母说 免得他没有着急 这还不够贴乱呢 这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一下 行 那不打扰你的 我们走吧 哥 那我们先走了 吧 好 没事 哎 到底是什么检验报告啊 你这么紧张 小宝得了血有病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要是尹家人知道 小宝得了血有病 那你的王牌不就没了 本来想要帮我姐报仇的 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 就你的观察来看 你姐倒也不是他妈害死的 复仇这事吧 不是直接也是间接 如果当初我姐不是嫁给尹建平 而是嫁给了个爱她的男人 她也不至于怀了孩子不敢说 你愿自己硬撑着吃苦独立 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你想一想 她的处境有多可怜 就算我不为了我姐惩罚尹建平 不要为了小宝 凭什么 凭什么尹建平跟王牵的孩子 就用她公司的股份 我姐的孩子就没有 你说的也是 可是尹建妈就是太要强了 她不是要强 她是笨之傻 来上了一个不靠谱的男人 尹建平不靠谱啊 她跟王牵都离婚多久了 到现在还想复婚 我姐给她生了个孩子 她到现在还这么想 你是她靠谱吗 那也许他们真的有感情吗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反正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已经想过了 这是危机也是转机 我不能让尹家的人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就得到我姐的孩子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战时不理那家人 等到他们急疯了 就想办法对她 小宝怎么会得学有病呢 这是遗传名 要不是湖里的经营有问题 就是 小致呢 小致后会有诊语 只是还没有发作 建平 有事吗 那个 小致还好吗 挺好的 每天调皮捣蛋 精力充沛 那你帮我看看 她身上有没有那种 轻一块紫一块的瘀青 她那么活泼 每天不是这磕一下 那碰一下的 身上有点小伤口 小瘀青不是很正常吗 不是 我是说那种 莫名其妙的瘀青 你是想问我 有没有虐待小致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只是什么 你就告诉我吧 有没有吧 有没有瘀青 你妈让你问的 不是 是我自己 回去告诉你妈 虎毒不食子 我就算是再不好 我也不会虐待自己的儿子 小致跟逗逗 他们两个很好 很开心 请她放心 王姐 我告诉你吧 是因为小致 我就有客人来了 先不跟你说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 那你赶紧回去睡觉啊 你要去哪里 就回深圳看我妈跟小宝啊 上车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别送你 上车 我完之后就给你们洗好了 你 我们去跟他们洗好了 完全都让你们洗好了 你 你看慢一点好不好 你这有危险了 这你 放手 你帮我带到这儿来干嘛 你先帮我吞下去 你想跳 自己跳 你这什么态度 帮王晴出气 我什么态度 看到了吗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就是不想增加你们的负担 所以才瞒着你们 你别在我这儿装可怜 你瞒着我 你瞒着我能救得了小宝的命吗 小宝是我怀胎十月生的 难道我不想救他吗 你这么讨厌我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会自己想办法救小宝的 你有什么办法 怎么救 你卖钱就能救得了他的命吗 办法一定是有的 只是你一定不愿意 你说吧 只要能救孩子 什么我都愿意 那 你愿意再跟我生了孩子吗 医生说 要根治小宝的血有病 必须生一个救命宝宝 用他的齐带血干细胞 才能治疗他 我也自信过医生 血有的代源 是母亲的基因 就算我们再生一个孩子 也不见得能救得了他的命 我让医生检查过了 我不是血有病的代源者 我也不是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遗传给小宝的 那医生也说了呀 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是基因突变 我们家小宝 就是这么运气不好 那你愿意 再跟我生一个救命宝宝吗 你看吧 就算我说了有什么用 你心里只有汪晴 根本不可能跟我再生一个救命宝宝 所以我只能瞒着你 建平 我是真的不想为难你 可是 小宝的命 是掌握在你的手上 不是我 是 你最近 找过狐狸没有啊 找他做什么 哎 小宝啊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抱回来 是 嗯 嗯 小宝啊 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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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你别哭了 你干的啊 估计是肚子饿了 我去充牛奶 我去吧 你看着他 爸爸不喝 爸爸去充奶了啊 快快点啊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们餐厅的关系 影响了你和刘总的合作 我会想办法去弥补的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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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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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 想起分手的那天 落叶飘散的季节 匆匆离开我身边 不留给我一丝绝恋脸 曾经感动我的肩 却解不开这个肩 可是留下的 还是放不下的昨天 想起离别的那天 迎来寒冬的世界 渐渐消失我身边 不允许我一丝绝恋脸 田妮 怎么了 琴姐 我们手上的周转资金不够了 供应商来吹上个月的款 我们还要发员工这个月的工资 那这样吧 等一下我去趟银行 把那个定期解了 这样不好吧 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失去于供应商 有再大的困难 我们只能自己扛了 要不这样 你跟尹念平说一声 让他周转一下呗 不要了吧 他公司刚刚丢了一笔大单子 估计公司也没有那么富裕 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那我们手上也不能没有钱周转呀 先别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去银行 我现在去银行 这个呢 就是我的祖伙事 是呵护 呵护 呵护 缘于爱 星岛黄海之药 呵护 呵护 生命每一天 护理 护理 怎么样满意吗 还可以 李太太 那这样 我们先租一年的 这是我的名片 还有一年的房租租金 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到我办公室 咱去把这个租房合同签一下 关于这个租金呢 您过会跟胡小姐写个收据 好吗 好的可以 那我先走了 我尽快地把你的行李给送过来 有任何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辛苦你了 我就坐在楼上 您有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 没事的 好的 好 再见 对不起来晚了 路上堵车 有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呀 为什么要停业 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吗 如果是这样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 不用了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 听说你去找刘总了 是因为钱的事吗 你不是说 是我的人闯了祸 所以我应该全权负责吗 对了 对不起啊 因为我的失误 影响到你公司的生意 是因为这件事你找刘总的 对 这不是你希望的吗 我是去找刘总了 我想跟她解释一下 希望她可以改变心意 继续跟立竿见影合作 怎么 你还不会觉得 我应该直接赔偿你们公司的损失吧 赔偿损失 什么意思啊 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啊 你自己发的信息都不记得了吗 我发什么信息了 我没发什么信息啊 我向你保证 这个信息不是我发的 我向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 可是这个信息 确实是从你手机里面出来的 是的 我承认 但是 如果我要让你对这件事负责的话 我怎么可能 还帮着你一起去点小五 我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况且 这件事情 是我连累了你 我怎么可能让你赔偿 我又怎么可能抽掉资金 如果你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立方 你可以问他 不用打了 我相信你 抽掉资金的事情 我也不需要 要不然狐狸知道了 你也不好交代 我再跟你介绍一下 我公司的资金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之所以去跟他见面 那是因为小宝 你不用跟我急着解释 你怎么处理跟他的关系 只要不伤害到小智和豆豆 其实对我没什么影响 那好 既然我们之间的误会 已经解决了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停业 钱 确实是一方面 拖得时间越久 亏损就会越多 还有就是 凯文的事情 我也觉得 真的很累 想好好休息 文贤 我真的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 一起去承担 谢谢你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餐天停役的事情 我也考虑过很久 况且我一个人 其实怎么样都好过 但是你不一样 丢了刘总的单子 对你的公司有很大影响 现在 爸妈 小智豆豆 还有狐狸和小宝 一大家子人 都靠你成为 可是 是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没想好 小智和豆豆怎么样 你放心吧 他们都很乖很好 我之前问过贝贝 她也怎么说 来了 狐狸 你为什么给王晴发信息 我原本她的电话号码 怎么发讯息啊 你就别装了你 李健平 这本来就是王晴开负的责任 你不敢这样我听你讲 这有问题吗 那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的 你的公司 都被她搞到损失惨重了 你不见得我都替你心疼啊 不是我的公司被她弄得惨重 而是她的她的被我弄得惨重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搞清楚啊 该她而负责的 她最应该要承担 你不要搞到这种生活 我们那儿一直没犯事 我儿子没犯事 我来负责任 我的事情以后不要插手 否则我就 想怎么样 你想动手啊你 你动手打打开了 李健平 你敢动我应该很忙 我不管你是不是想我老爸爸 我只要让你吃饭都知道 伯爷 商场搞错相互对付你 她是谁啊 我朋友啊 我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方便 有个免费保姆 这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不好好照顾孩子 坐在店的面前干嘛呀 我若不工作赚钱的话 我们母子想吃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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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点发烧了 我 我说我好好的 你们简直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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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这是病毒引起的感冒 啊 他就去买个东西 怎么就染上病毒了 感冒病毒有潜伏期 今天在发作 那应该怎么办 先去给孩子打个点滴 退烧吧 好 谢谢 我